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大學學設計 雖然是考大學,其實國中生就會 這是第17屏,以直方式反映X加2Y,3D加3RU 其中我們有2顆X跟4顆Y,反映2RU 那如果我們要生成3顆W 則需要多小顆X來參與反映1 所以雖然相當簡單,它需要在質量上的概念去解釋 它是用質量算的,我會不會用質量算給你看 這題吧 最簡單,一開始我們要選擇 我們把力方成是X加2YX3D加6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一開始給條件寫出來 我們用2顆X加上4顆Y 變身成5顆D 接下來我們要求的是3 2加6 那其實這邊很簡單 我們剛剛不知道是那時候 那時候是什麼 只要從我們進去多少 就要出來讀什麼 最多小的大中 兩字槽 那我們這邊 買一部的地方 有2顆加4顆 然後我們都換用6顆 那身成部的地方 這邊有5顆 大家不知道多少 那是6顆 接下來有4 6顆兼5顆是 答對了 答對了 答錯了 不要回信 加油,數學員加油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不知道是 我們要求的是我們X 我們X在這邊 接下來就是 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問題 如果我們X 上我們在找6 一開始呢 我們有2顆的X 可以找到1顆W 那我現在有3、2、2、6呢 有多少個X 直接算 也就是 6 那這樣子我們就說出來 我們再給答案 答案是6顆 那我們來看看答案 到底能不能這樣 下裡面吧 我們算出來答案是6顆 那就是答案1 你答對了嗎 那這體型的東西 沒有可能就是質量手 但是我們要講 寶題相關重點 是有 必要分代在底下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質量手的定位 每次考慮中 都是相當相當重量的重量 那什麼是質量手 你可以把這個拉完 進去 你會有興趣的 可以連結 這邊的連結進去 讓我們不管 質量手的介紹 那我手邊這個呢 墨數 墨數在本迷是沒有提到 只是它在之後的計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在反應式的計算 也就是墨數 設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所以如果對墨數有什麼 不了解 或者是不要更詳細的介紹的話 可以提到 左邊這個連結 可以告訴你們 請去墨數 然後墨數換算 只要怎麼做換算 那我今天的課程 就到這裡 大家了解了嗎 我們下次再見囉 第一個它是 它是用質量手橫 瞭解到它們的數字的質量關係 可是你寫出方程式之後 你知道兩墨三墨 我們講過墨可以換成質量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寫出方程式的時候 你也可以知道質量關係 OK嗎 然後再來就是比例一樣嘛 就是如果一克會產生兩克 那兩克會產生四克嘛 這個一樣的比例 所以它沒有用墨爾算 它是用質量算 等一下我講解的時候 我也會用質量算給你看 就是不是把它換成墨爾 是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質量算給你看 來告訴你如何來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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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